我中了百多萬 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鄭仙大家聽不聽到 葵姨在賭場裡玩老虎機 說自己中了百多萬 真是沒有吹水 我們放大一點的影片截圖看看 他真是中了168萬 非常之好意頭 立刻按電話 告訴親朋好友 講電話的過程之中 金幣仍在不斷噴出來 應該是最終未必指這個數 大家是不是很葡萄 又想種一份 下次到來 不知道他拍的時間是何時 可能是舊片 不過總之就是中獎 就是在澳門中的 看過環境地毯紅薄薄 老虎機上有些下載 像是找你皇宮多些 不知道我靠斷古 有眼尼的網友可以看看 告訴我 究竟在哪個場 不是引大家來賭什麼 其實澳門每個賭場 都有機會中老虎機 周不時都會有人中 不過究竟是你中 還是我中 還是其他人中 有人會問 是否容易中老虎機 真的不容易 比率是比較低的 其實老虎機的中獎機率 是由電腦程式中的亂數產生器 RNG所決定的 RNG就好像一個超級無敵 霹靂公平的色仔 每次轉動都會隨機產生一組數字 決定轉輪圖案的組合 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每次轉動只有一個獨立事件 跟上一次的結果完全無關 就好像白家樂 一波和一波都是無關 所以就算你連續中三次大獎 也不代表下一次能夠繼續中 另外老虎機另一個概念 叫RTP 即Return to Pay 玩家回報率 是老虎機機率裡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簡單來說 就是你長期玩下去 可以期望贏回的錢比例 舉例而言 如果一款老虎機的RTP 是95 代表你每下注100元 長期玩下去 可以期望贏回95元 都要虧5元給賭場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期望值 實際上你可能會贏得更多 亦可能會輸更多 第三樣要看另一個指標 就是波動性 老虎機有高波動性的老虎機 有低波動性的 高波動性的那些 偶然給你中一個很大的獎 但大部分時間 長期都會讓你輸錢 低波動性的相反 大家都知道 沒什麼大獎重 但你輸錢的機率可能又低一些 不過賭場裡究竟哪些機器是低波動 哪些是高波動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最少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要靠玩過的玩家 還要長期玩開那些 告訴你才行 你可以去海立坊 問問老伯和老婆 看一句話不告訴你 不過有一件事是對的 就是大家要清楚 玩老虎機是一種娛樂 老虎機不是提款機 入賭場玩的時候 記得小駐移情 他純粹是一種遊戲 輸贏都很正常 不要影響你的心情 當然不要大賭 還有記住 玩老虎機是沒有必性的秘訣 不信你去蒲京或財神 問一下婆婆和叔 應該他們都答不到你了 相信只是靠運氣 就像剛才的阿姨一樣 剛剛坐正的位置 一玩就中獎了 好 這集就看到先的一箱之前 再見